你好 欢迎收看8月1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玉慧 用行动力挺花莲 新北市长侯友宜率团队来到花莲 展开为期两天的城市交流体验 19号上午还和花莲县政府的团队举行交流座谈会 侯友宜宣布下半年度还有明年度 会陆续带动万名旅客到花莲旅游 另外他也要订购10万公斤的花莲文旦又 希望可以协助振兴花莲各项经济产业 继国民党五位女立县市首长宋南到花莲 新北市长侯友宜18号也率领市部团队 到花莲展开为期两天的城市交流 并且实地前往市区商圈 品尝美食 体验赏金等等 侯友宜感受到花莲急需国人及国际观光人士前来消费 19号的上午在与花莲县政府团队举办交流座谈会后 宣布下半年及明年度将会陆续带动万名旅客到花莲旅游 推驻花东向新北住宿优惠方案 以及订购10万公斤花莲文旦 我们在下半年度最少有万人以上会到花莲来 同时在楼特产品我们有中大型的活动 包括我们的农夫市集 包括我们的观光工厂 我们都会有特别的展览的区块给花莲来讨 中秋节到了我们会订10万公斤的花莲文旦 那这些只不够在现阶段 我们未来还会由市府来带动 我们的所有的政府各部门 包括我们民众的 我们民众以及市府的各局处的相关的理由 包括我们的里长联席会 还有里民的这些参访活动 我们都会以花莲为主筹 也推动了住花东享新北住宿优惠 所以如果来花东住拿着花票 收集就可以到我们新北市的旅宿业里面 可以享优惠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把花莲跟新北绑在一块 花莲县长徐正伟 感谢侯友宜竞选总统时 力挺花莲的交通 希望有更多元的交通方式能抵达花莲 不然即便有各式振兴方案 却没有便利交通 难以看见成效 其实交通还是重中之重 也是更是经济和产业的命脉 所以在这里我们对于观光 要如何解决交通困境 我想在这里我们也再次 对于这个部分来讨论 那当然我们未来会包专列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中央政府都能够支持 那另外对于空中的航运的部分 以及海上的航运的部分 也是花莲县政府 以及花莲相亲一直跟我们中央 来这个极力的争取 希望能有更多元的交通方式 能够抵达花莲 否则这个我们有相当的多的支持方案 那但是呢 没有顺畅的交通 没有便利的交通还是不行 西北市政府与花莲合作方案 涵盖观光 住宿 农产品销售 及商品拓销等多个面向 就是期望各界能一起协助 花莲摆脱困境 因为花莲依旧美好 欢迎所有游客来花莲旅游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道